嗨 大家好 今天很快拍一个短片 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那个成人高中以上 那个小说班 目前都是 没有高中生 目前都是妈妈们在问 然后呢 都会问一些很可爱的问题 会说老师我的程度不好 请问我可以参加吗 哎呦 你们应该都读过国中跟高中吧 只是说 可是不能这样讲 当然你们会担忧 你们都会觉得说 小说哎 哎呀大家不要有迷思好不好 我跟你们讲 有的小说啊 读起来还比绘本简单呢 对像我前阵子 给我一个 就是给我一个native speaker朋友 那一个就是我 一个我想 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反正就是一个电影明星 写了一本绘本 然后我们就吃饭的时候 在讨论里面的句子 他们都很厉害 要么是多大的 要么就 那个反正都是很 不错学校的 然后 他们读的时候 他们还要 这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你们不要听到小说 就怕到 其实有的小说 读起来比绘本还容易呢 好 Anyway 就是我先 跟大家 看一下 我不要讲嘛 因为你们知道 我不喜欢 就是嘴巴讲讲 我让你看 然后你看看 就是你觉得 你可不可以做得到 然后不要害怕困难嘛 对不对 要 困难是来让你长大的 对不对 不好意思 因为我这几天 有点感冒 然后看起来 有点憔悴 来 所以我让你们看看哦 来 我来分享 哎 不对 头昏昏 乱七八糟 好 来 好 这个 这是我们要上的小说 这个我真的 把它视为 圣经 反正这个作者就蛮厉害的 然后 这个故事书里面 连那个 这是 conditional inversion inversion conditional 到底是哪一个 忘记了 就是假设巨型 倒装都有出现哦 那 我觉得都包含进去 那怎么上呢 就是我有说嘛 这个 是大人的上法 大人的上法呢 就跟孩子 比较不一样 孩子是要一步一步建立的 比如说 动词跟名词 其实是 是有关联的 就是 我看看是不是让你们瞄一眼 就是 比较小的孩子啊 他们是可能就是 有没有 教人称的时候 就要给他们一点点 补助 那我觉得大人应该很快 然后就是这八大十庆啦 我就不直接说了 那 上课之后 我会告诉你们 哪一个部分 都不难啦 反正教会你就不难了 难就是不会 好 那 我会先介绍一下 这些词心 然后 比较好解决是这四个 因为这四个 有规则 绝对规则 其实后面也是有绝对规则啦 只是说这四个要 他们的规则是 相似 好 那动词 动词可能会花久一点时间 因为会牵扯到被动 好 怎么做呢 好 比如说我们来示范一下 好 比如说 Down in the Valley 然后你看 我会给你动词 然后怎么办 你要去思考啊 3 Bombers 那因为大人嘛 大人他们就会比较自觉 是就反应出来了嘛 你就知道这里是什么 这里怎么填 因为有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如果 有看到这次影片的家长 或者是老师 你们发现说 孩子怎么都还是搞不清楚 来告诉你们一个 免费大放松 人称 主角 拜托 不是主角 主角啦 那个台湾的国立编译馆 可不可以把主角的观念 编进去英文教科书 没有办法 自然而然的啦 你不讲清楚 不然你给他八个小时 有效英文好不好 不然你要讲清楚 好好一样 所以这里是动词跟名词 有没有 然后我们就结合动词跟名词 那好 我等下在后面再继续讲 好 然后一样哦 然后有没有 The owners of someone 你要自己去看前后文 然后你就这是一个代名词 对不对 这里有个代名词 代名词 那代名词也是名词的概念啊 对不对 好 那你要怎么去填它呢 好 那它这里呢 是一个什么 它这里 Do Do的话是不是 我就会 这是我教的方式嘛 这是我都 我喜欢教观念 你自己想清楚 OK 然后 度是什么来的 当然呢 你可以 有的人会说 它是形容词 它是动词 那你要自己去分辨 然后看前后文 OK 我会用中文讲懂 然后你再自己去分辨 是哪一个 到底是 应该要怎么做它 有没有 然后呢 They were rich 这个只是为了要考我 那一群 不动头脑的臭宝宝们 那这个大人应该都很清楚 很OK 然后一样就一直念下来 All of All three of them 怎么东西 好 这个你们应该会 As nasty and mean as any man 那这个就是句型啦 As As 是句型 这些都你都会想得到 然后呢 有没有 Any man 然后呢 You could meet Summer meet 没有 这里省略了什么 Dots 然后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我会跟你说 这个是什么概念 在我们的小朋友班的话 他们会说 这个是形容词宝宝 但是我不会跟你讲 形容词宝宝 就是五年 大概五六年级 我就会让他们 恢复正常的用语了 就是形容词之趣 但是因为三四年级 他们听不懂 所以我会跟他们讲 形容词宝宝 然后省略了什么 这是什么概念呢 这是 连接词的概念 OK 好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上 好 然后呢 英文我也会上 然后就说 那阅读呢 我真的就遇到一个问题 说琪琪老师 你 你那个 就说 琪琪老师 你那个 有没有在教阅读 你们刚才看了一下 你们觉得 我怎么在教阅读 我在教英文嘛 英文教很细 对不对 我们用小说呢 小说才上课 上完就是阅读啦 对 那当然呢 就是 怎么讲 就是会有取有舍啦 就是我要同时教你阅读 我要同时教你英文嘛 英文 就是要大着你的英文功力的同时 就是让你 也要顺便阅读嘛 好 那读完之后 你就 因为我们上完 然后都会在 你们就回家要复习 要练 要念 然后要 要录音给我听 因为 开口很重要 因为你的舌头有那个muscle 只要有muscle的地方 都是要 有muscle memory的 对不对 像那个什么 最近有个很可爱的大陆宝宝 那个什么权红产 对不对 他当然可能是有他的talent OK OK She's gift 就是 She has gift 就是他 有他的天赋在 但是我相信 练习啦 练习 你看 如果你们觉得他是天才 他要练几万遍 几千遍几万遍 那你练几千遍几万遍 大家也会以为你是天才 对不对 好 所以大致上是这个样子 那要不要买小说 是这样子的 你们看一下 我给你看一下 我很好笑 我当然有小说 因为我要一个字 一个字打交案 对不对 你看 我就是有 好像对焦对不好 好 这是我用来收藏的 这本是我用来收藏的 那这是 这是我用 为什么会这样长 这是我用来上课的 现在你们要不要 先不用买 像我在 因为这本是我的 这本是我的 就是孩子们 就是可能上到六年级 或上到国中 我一定 有留下来继续上课的啦 我一定会带他们读的一本 而且我会跟他们说 你要 我跟他说 你如果这一本读个五次六次 你的英文真的会进步大正 你的英文会进步很多 即使是你要准备那些什么考试 什么 我觉得准备什么 检定考 这些东西都是扎扎实实的基础 更何况是你要写作 对不对 你要写作 那你看 你会说你在讲什么东西 你们自己思考一下 有时候我可能蛮得罪人的 就会跟他们说 你们自己为什么不想想看 你们想想看 你们要写作文 如果你可以把这些格子 都正确的填对了 那不就是在打你的英文写作基础吗 更何况台湾只有考英文 考英文的意思是说 你就算你只要那里答案没有太偏 然后你那个英文 因为他考你的是英文 那你英文如果说都写得很正确的话 OK 那原则上要拿满分就不难了 OK 好 所以小说要不要买 我觉得上课其实你不要买 对像我都是上完课 我才把小说给小孩 不然的话他们都会去抄答案 那抄答案就没意义啦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去 检视一下孩子们的英文 到底学这么多年有没有内化进去 那没有内化进去 我就会去思考这问题怎么解决 我就是用这个方法去解决 就是如果你的孩子读读读 然后你设计一份这样子的卷子给他做 就把八大词性导进去 然后他如果都填对了 那就恭喜你 恭喜你表示你的孩子的阅读是有效的 他是真的有读进去 他不但内容读进去 而且他同时语言也读进去 可是如果你 譬如说你把孩子 而且你们不能设计一份 他已经读过很多次的书 因为他有可能是死倍 但如果针对是英文的部分 你就拿一本新的故事书 然后你就把它设计成一份 就是这种样 就是我刚才给你们看的 的这种卷子 然后如果他全部都读对 那就真的很棒很棒 这个孩子一定是会思考 然后够聪明读得懂 那就同时有阅读 也有同时有英文 所以小说先不要去买 那如果刚才看完这样 你觉得说老师好难 但是我又想进步 好吧 那我就来开个绘本好不好 开个大人绘本班 因为我现在要开始努力 开发成人市场 因为你们知道 我跟你们有12个小时的时差 结果我这样子一年下来 发现我身体要顾 我女儿还要我照顾 所以我现在就是想努力 把市场拖到成人 然后这样子我就可以晚一年上课 因为宝宝们的市场 我都希望在9点以前结束 对 因为大人比较 大人的话 如果说8点或8点半以后的课 可能大人比较能接受 而且我们的大脑 它其实8点以后 8点到9点 其实是更火药的 所以其实8点到9点也学习 效果是很好的 所以你们如果要让孩子 就是复习功课 其实我觉得8点到9点 这段时间也很好 好 那你们问一下 不要再说老师我程度不好 没有程度 你有程度的话 干嘛还需要学 对不对 没有程度 不要讲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就感觉在比较了 对不对 就想进步 往前走就对了 好不好 好 那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 再跟我留言哦 好 拜拜 怎么弄啊 就是停止录音 好 拜拜